好,大家好,非常欢迎参加今天的讨论,我是英特尔的工程师张潘 那么今天呢,我会和我的同事霓虹君一起和大家一同探讨一下零信任网络 也就是ZeroTrust Network,关于技术方面的一些这个有趣的话题 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和业界的专家朋友能够产生更多的互动和反馈 是吧 好,那么我们这次session呢,大概是分为这样几个章节 那第一部分呢,我会介绍一下零信任网络产生的一个背景 以及它的必要性 那么后续的话呢,我会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实现的一个Trenk Solution的一个 它的整体的框架,以及在不同框架之内它的这些building block所应该包含的一些功能 那么在之后呢,红军这边会对这个里边的一些具体的技术 会进行一些这个比较深入的介绍 那么最后呢,是一个关于整体情况的一个recap 好的,那我们就首先看一下零信任网络它发展以及这个逐渐普及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 那这个背景呢,我们还是以这个主要以企业网的对网络使用的这个角度来观察 那这里边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传统的安全方案,企业网的安全方案是以这个企业网络边界为划分的 那我们默认的情况呢,就是在这个边界之内的所有的这个访问 包括它的设备,包括这个流量的情况 那我们默认是一种可信的一个状态 那对这对这些网络的这个防护或者审查的呢 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或者说比较松懈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默认呢,是所有的这种恶意的攻击 或者说这个潜在的安全隐患都来自于企业的外部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的企业网络呢 它确实不需要,它其实是一个自成体系的一个网络 它不需要与太多的有这个与外界的这种沟通 那我们的像这种防护墙呀 或者说这个IPS, IDS等等这些设备 只要放在这个企业网的主出口 就可以起到这个相当程度的这种安全防护的作用 那么现在呢,是这种情况呢,逐渐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主要还是在于说我们的这个企业网络 它需要与更多的这个外界网络去打交道 那我们这里边看到的一些变化的数字呢 就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第一个 这个40%的情况 那这个其实是说有40%的企业 它有这个相当比例的一些这种远程工作的雇员 那么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疫情之前 这个拿到的数字 那这里边呢,经过疫情的这两年的这个肆虐吧 那这个数字呢,应该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增加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比较显著的情况呢 就是说我们企业对这种 以公有云为基础的应用的这个使用的增加 那像这个微软呀,谷歌呀,AWS等等 提供的一些这种SaaS的服务 那也逐渐成为我们这个企业 它需要这个植物件日常的工作流的一部分 那这里边呢,就是我们需要不仅仅是把数据放到公有云上 那同时我们也有这个网络这方面的一些流量的访问 那所有的这些情况呢,其实都是在造成我们原有的传统的企业网络边界的一个那个拓展 那这个拓展里边呢,就是我们不仅仅仅认为说企业网络边界内部的这些流量访问 都是一个默认可信的状态 而应该对所有的网络都有这种防护的意识 那之所以称之为零信任,就是说所有的网络的这个发生 以及它的这个建立,然后流量的状态等等 都应该是经过这个身份的确认 以及通过这种我们这种规则的这个对安全规则的这个审查之后 才能够去放显 那这个是零信任网络它能够发生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背景 OK,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是达到的一个什么状态 以及现实现在所和期望状态中存在的一个gap 它会有哪两方面的一个说明呢 就是我们首先期望的是说 所有的这个用户以及应用 它都是在这个企业的网络边界里面的 但实际上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右边这一栏里面介绍的 就是说你的用户以及应用 它可以是这个广泛存在的 不一定是非得在你的这个网络边界里面 就像我们介绍的这种远程工作的状态 以及我们这个在公有云上去托管的SaaS应用 它其实并不在你的企业网的边界里面 那么第二一点的预期呢 是说所有在这个网络边界里面的这个 无论是应用设备还是这个人员 都是应该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一个状态 但实际上呢 因为我们上一个情况的出现 那你可能是远程的雇员的设备 也可能是公有云上的一台BM主机 那这些东西实际明显上 显然是不能够就是直接的给它这种默认信任的这个权限 那这个情况呢也进一步增大了 就企业网的这个安全的攻击面 那这个里边呢就是会造成更多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那么最后一点预期呢 是说我们就是可以这种封锁住所有的这个 没有得到这个身份认证的网络的访问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呢 实际上的情况呢 是因为你引入了更多的这种远程的这个设备 或者说应用进来之后呢 那你在这个只要是在你的网络边界里边 它其实就具有这种相当权限的这种网络访问的能力 那这样的话呢也同样会造成你企业内部网络的一个安全方面的问题 这个就是就是这几年企业网络发展的一个状态 它其实是增大了 就是我们预期中的状态 以及现实状态之间的一个存在的差距 那么怎么样去弥补这个差距 就是我们的这套零信任网络 想要去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好的 那么如果零信任网络想要去解决 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 那它应该具备哪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那么我们在这一页slash里边呢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罗列 那么这四点呢 并不是我们首先总结出来了 而是它来自于这个我们左下角标注的这个业界的一本著作 那么这四点呢 但是我们也是相当的认同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呢 也想分享给大家 那第一点呢 就是说零信任网络的这个网络流量 那么它在这个处理之前都要去做这种身份的认证 那么大家也清楚就是零信任网络 其实它是一种以身份为中心的网络的架构方式 那么对这个访问者网络这个流量的访问者以及被访问者的这个身份的认证肯定是首先需要去完成的一个工作 那么第二一点呢 就是这些网络流量它应该是在传输的过程中应该都处于一种加密的状态 那避免这种明文流量能够在无论是在网络内部还是网络外部之间来传输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减少像这种中间人攻击啊 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种攻击的攻击面 以及减少相应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那第三一点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身份的认证以及加解密的这些操作呢 都应该是由网络中的这个一个一个underpoint来操作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是我把这个网络的这个边界呢 就把之前的原有的这种大的一企业网为这个边界的这种边界的缩小到以一个一个的underpoint为这个安全边界的边界 那这样的话呢 是我们进一步扩大的相当于是这个缩小的这个网络安全防护的这个力度 那以前以整个网络为一个颗粒 那么现在呢 我是以这种underpoint为一个颗粒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能够真正实现我们希望的这个零星人网络所要去达到的这个目的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们需要对这个网络呢 它应该所有的网络流量是处于这种可以被列举 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审计的手段 需要对网络流量的这个整体的状态 以及它所之前发生或者发生过的这个行为 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追踪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就是确保我们的规则能够就是生效 那同时呢 也能够明确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里边有没有存在 还是有这个网络风险或者网络漏洞的这种行为 OK那么零星人网络的一个大体的架构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slash里边给大家示意的这个情况 那么它呢 首先还是有一个中心的控制平面 那这个平面里边呢 其实它是负责所有的这个网员 以及我们的像这种client 就是可信任的client的这个整体的配置调度 以及血统 那同样也负责从这些网员里边取得一些这种 telemetry的摇测信息 能够就是进一步去加强我的这个网络策略 以及尽早的发现这个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那么除了这个统一的控制平面之外呢 我们在数据平面也有一些类似的工作 那么如果访问的client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信的一个远程的 比如说远程的一个雇员的话 那么它呢 首先是能够就是访问一些我们的私有服务 那么如果说他想去访问一些 就是我们企业托管在公有云上的这种SaaS服务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是可以经过一个这个Secure Gateway的这种网员 能够对他的访问进出的流量做这种零信任的处理 那这样的话呢去保证我们整体网络 无论是企业网络 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网络流量的一个安全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企业网呢 主要是对我们的客户提供一些在线的服务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从这种untrusted client发过来的请求呢 那我们肯定是首先让他进入一个啊 我们统一管控的一个网关 那这里边呢是提到的这个Loud Balancer的作为一个示意 那经过这个网关对这个流量的一个加密以及身份认证的处理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些流量再进一步给到我们后续的这个APP server 也就是我们BY提供的这个应用的服务器 但是在这个网关和应用服务器以及应用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之间 所有的这个流量也是遵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零信任网络的一个原则 那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整体的这个企业的业务网络是处于这个安全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是零信任网络架构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OK那么刚才我们介绍架构的时候呢 主要提到的就是两个plan嘛 一个是control plan一个是data plan 那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就是以一种这个building block的这个视角来看待他们的话呢 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么在这个control plan里边呢 我们肯定是整合了一些这个零信任网络的control plan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功能 包括这个multi-factor的这个身份的认证 包括这种可信执行环境的这个整合 就是TEE的方案 那么也有关于这个密钥的管理或者密钥分发的一些机制 那在这个里边呢主要是我们放在了control plan去实现 那么在data plan呢那这里边呢也是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网络的数据平面的防护功能 包括这个路由转化啊包括这个dpi啊包括这个ddos等等这些能力 都是整合在了我们的这个data plan里边 那么后续的话呢 红军我的同事红军这边会对这个某几个building block 做一些这个深入的介绍那么后面的话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红军 好谢谢张潘 接下来又我跟大家继续分享零信任网络 大家好我叫尼红军 现在主要工作在VPP 云幕网络和网络安全的方面 这里呢是我们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零信任网络的TOKES路行 它呢主要包含了几大部分 一个是控制面 第二个是用户侧 第三个呢是网观侧 控制面呢主要的作用是作为一个集中介入点 对用户进行认证 蜜月分发 授权等等 那么它主要是用Wort和WGSD这两个项目组成 Wort呢主要是用于蜜月的管理和用户的认证和介入的访问 那么WGSD呢主要是用于业务的发现和 Net的穿越和蜜月的分发等功能 那么对于左边这一块它范围有几个用户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不信任的用户 一般都是互联网的用户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家庭用户 比如机 那通过UCB来进入访问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企业用户 那么企业这个呢就是我们常用的网关这一侧的产品 那么我们这里呢提出了四种业界形态 第一个呢就是基于我们的HDSLB做的四层附带均衡器 那么在这个HDSLB上面呢我们增加了WireGuard 这样实现以及反DEDOS攻击 还有威胁检测等功能 那么对于程序的Rebalance呢 那么我们基于NGX来增加了WireGuard 威胁检测以及应用程序识别等先进功能 那么对于Secure Gateway 我们基于WiFi开发了一个这样一个Secure Security Gateway 同时呢增加了WireGuard的功能 还有线程的检测应用识别 以及Split Street Tunnel等功能 它可以用于公有云或者是客户的事业进行对接 那么第四种对于用户新开发的应用程序 我们呢提供了这样一个Client VPN 用于跟用户的应用程序进行识别 从而来提供能信任网络这样一个功能 在这里呢对于威胁的检测和应用的识别 我们基于我们新开发的这样一个开发套件TADK来提供支持 这里呢是Secure Gateway的RepressArc 它呢包含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控制面 第二部分是Client 第三部分呢是Secure Gateway 那么控制面呢主要是利用sgx的功能提供一个口信的执行环境 那么Wort呢就可以运行在这样一个口信的执行环境里面 同时呢我们使了Linux的WireGuard的功能 以及跟Code.ns和WGHD的Server进行集成 提供一个Service Discovery的一个功能 那么Client呢它是使了不同操作系统上面的一个WireGuard的功能 并且呢集成WGHD的Client 那么Secure Gateway呢我们利用VP开发了一个高性能的网关 那么呢并且添加了WireGuard的功能TATK等功能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ReferenceArchitecture 我们提供了一个DeviceAgent Gateway的一个模型 那么它的意思是呢 首先我们在Client这一侧会安装一个DeviceAgent 它呢是用于协调这样一个用户的连接 那么当用户采了一个新的请求的时候 这个请求呢就会被LocalAgent添加一些有用的一些信息 并且发生了控制面 那么控制面呢 结束了用户的信息之后 会根据用户提供的信息来跟第三方进行认证 来确认用户是一个口信的用户 然后呢 就可以授权用户一些权限 那么当这样一个请求被授权以后呢 那么Controller呢就会在Client和SecureGuard之间交互一些信息 有一些密约信息等等 那么在Client和SecureGuard之间 建立一个直接的加密通道 用于后续的数据传输 这是SecureGuard的主要功能框图 我们呢 从下面往上组成的进行介绍 那么对于硬件层 我们利用CPU 网卡 IPU QLT等 它的功能来进行 SecureGuard的关键特性 进行Inion Offloading来进行加速 那么对于操作系统呢 我们支持不同的操作系统的打包 那么CoreLibrary这层 这个呢主要是基于DVDK VPB TATK等软件 来进行构建一个底层的一个框架 那么中间这层呢 主要就是我们的核心功能呢 一个是包网络这层 我们主要是进行了IPv4和IPv6路由的优化 以及提供了大线流的检测和分发等功能 并且呢可以跟FR 扰物体等路由交换协议进行集成 那么链接这一层呢 我们提供了不同的选项 只要包括IPv6 WiGuard SSL和Quick的协议 那么呢 同时呢可以跟Strange1进行结成 用于IPv6的密约交换 WGSD进行结成 用于WiGuard的密约交换 那么Security Service这一层呢 主要是利用TADK和Snot提供了一个数据的透视功能 以及威胁的检测 还有应用程序的识别等功能 那么对于北向 对于这样一个北向借口 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借口 与远能的控制面和Orchestration进行集成 包括Net Conf Rest Conf CUI等等 那么对于Controller 我们主要是集成了Watt Quad.ns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跟OpenNet、Cubernetes、OpenDelight等这些SDNController和Orchestration进行集成 下面我们介绍Ingress负载均衡器的Reversus Arc 那么这里呢 它主要有四个部分组成 那么首先呢 仍然是Controller 然后呢 是Untrusted Client 然后呢 是Ingress的负载均衡器 以及应用的Server 那么Controller呢 跟前面的Secret Gateway的参考架构很类似 当然是利用SGX Works 来提供这样一个密约的管理 Core.ns和WSD以及WireGuard来提供了这样一个密约的交换 那么Untrusted Client呢 就是通常的一个操作系统请求 那么对于Ingress Load Balance呢 我们基于DVDK开发了一个HDSERB这样一个高密度的负载均衡器 那么呢 并且在上面添加了WireGuard TADK的功能 来提供零信任的一些功能 那么APP Server呢 就是基于DVDK或者内核的WireGuard的功能 并且集成了WGSD以及用户的应用程序来提供客户的业务 那么这样一个参考架构呢 是提供另外一种操作模式 就是Resource Portual的一个模型 那么它跟前面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Client的这一端 它不需要安装任何的软件 那么也就是说 没有本地的这样一个Local Agent来处理所有的请求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非认证的一个用户 那么或者说不信任的用户 那么它呢 发送一个请求到Ingress Load Balance的时候呢 Ingress Load Balance就作为一个代理 来进行这样一个对客户进行认证和授权 认证和授权的一个代理点 那么当负贷进行认证收到这样一个不信任的用户 发过来的请求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个请求转发给 捆去了 又捆去了来看这个客户是不是可信用户 如果是可信用户 那么它就会把对应的用户的信息 和流量转发给对应的App Server 如果不是可信用户的话 它们它就会向客户端推送一个登录的网页 那么有客户的呢 输送对应的用户名密码等信息 然后再返回给Local Balance Local Balance会把这个信息再转交给Ctrl 那么肯定对应用户的请求进行认证和授权 并简单给它一些权限 那么这样的话在Local Balance就可以接入这个用户的请求 在户类 同时呢 对于Local Balance和App Server之间 它们呢 为了能够提供服务 它们也需要通过Ctrl来进行相互的验证和授权 保证每一个负贷群存器和App Server都是可信的 一旦它们认证和授权通过之后 那么这就再会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口信的加密通道 那么用户的请求呢 就会通过这样一个口信的加密通道 发送在它们之间进行传递 这里呢主要介绍的是复材均衡器的功能框图 那么我们还是按照从下往上进行介绍 那么在硬件这一层呢 我们同样的是利用CPU、网卡、IPU、QIT等硬件 来进行部分功能的硬件加速 比如像加减密的硬件加速等等 那么操作系统这一层呢 我们同样提供了不同的操作系统的这样一个打包 那么CommonLibrary呢 我们是基于主要是基于DBTK和TADK 来提供一个基础的功能 那么粉红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它的一些主要的功能 那么链接这一层呢 我们提供了IPv4和IPv6的路由 提供了WireGuard的加减密 提供了大向流的检测和分发等的功能 并且来跟F22老体和WGISD进行集成 提供一些控制面的一些功能 那么对于负载均衡分发这一块呢 我们提供了轮转调度算法 最小连接数算法 一支性哈希等算法 同时呢提供了不同的封装格式 像4NET模式 直接返回模式 或者DNET模式 那对于安全业务对程 我们提供了板地道子攻击 TCB-Sign Proxy功能 同时呢 利用TIDK提供了数据的透视 威胁的检测 以及应用程序识别等功能 那么对于管理层 我们跟前面类似 提供了NetConf RestConf CLI Agent 与上层的OpenEase Kubernetes OpenDelight SDNController 和Oxtrad进行集成 或者呢 跟Vault 和CodeDNS 这些来进行集成 这里呢 主要讲一下WireGuard的实现 那WireGuard呢 是一个新出现的安全协议 它呢 就是 可以自动的实现进行密约的分发 同时呢 它的目的是用于替换IPsec 或者TRS的部分功能 那么我们呢 基于DBTK 实现了这样一个WireGuard的实现 同时呢 还有个VPB的实现和优化 那么 实际上这里面主要有三大部分 那么第一大部分呢 就是WireGuard的加解密 这样一个数据面实现 那么 对于最上层的就是WireGuard的加密和解密 它调用了一个CryptEngine提供的一个framework 那么CryptEngine这个框架呢 它对上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借口 用于WireGuard的加密或者解密 对下呢 它调用IPsecModibuff或者QRT 来进行加解密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那么IPsecModibuff呢 是利用CPU的一些宽子令等特性 来进行加解密的加速 而QRT呢 就是通过一个硬件芯片 来进行加解密的加速 那么不管是IPsecModibuff 这样一个软件实现 还是QRT这样一个硬件的加速实现 那么它都实现了恰恰20的一个加密 以及Poly1305的一个认证功能 那么对于中间这一部分呢 主要是密约的交换 以及一些密约的产生 还有哈希等功能 那么对于密约的交换呢 它是基于这样一个Noise的框架里面的一个 IKPSK2的这样一个交互协议流程 来进行密约的交换 那么密约的产生呢 是基于QR519这样一个 统原曲线算法来进行密约的产生 那么对于哈希函数呢 实际上它提供了不同的哈希 那么最早呢是哈希2 然后呢它有个变种 Black2 它有个变种就是Black2 2B和2S 那么最新的一个是呢Black3 它相对于Black2而言的话 它的性能提升到有5到6倍 再往上的话就是一个基于IP绑定的一个Cookie的产生 最右边呢和上面呢就是它提供的一个基础的实体框架了 基础 那么包括了接口的interface还有PIR的保存 还有定制器的管理 以及提供了不同的API接口和CR接口用于WiGuard的一些配置和管理 这里呢是VPP的基于VPP实现的WiGuard的优化工作 那么首先呢 那么这里我们以WiGuard的加密为例 那么当报文经过IPv4的路由查找以后 如果下一条是WiGuard隧道的话 那么它就会被送到WiGuard的Output Tunnel这样一个处理 在例子里呢首先会进行PIR的查找 并且呢把当前的报文入对到这样一个一部的加密处理框架上面去 那么一部处理框架呢 就把报文送到这样一个Inqueue的Handle里面 那么Handle里面呢就通过底层配置的是软件的加密呢 还是QAT的硬件加密来进行处理 处理完了之后呢再送回到这样一个一部的框架中 那么报文呢被分发到WiGuard的Output TunnelPost这样一个Graph的例子 然后呢由这里呢进行发送 那么这里呢我们主要进行这些功能主要的优化点呢 是首先是利用了Fx的512来进行恰恰20的加速 以及Polya1305的加速 同时呢利用了Fx512来加速了Black3的Hashi功能 那么使用的功能呢提升了大概有五到六倍 那么对于以前的实现呢它是一个单报文的处理 我们这里呢对它进行了一些P处理操作 那么进一步加速了它的处理的功能 同时呢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一部的处理框架 来屏蔽了底层的IPsec、Modibuffer以及QED的一些差异 那么使用户感知不到底层是利用软件的加解密呢 还是利用QED的硬件加解密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 我们提出了一个零星人网络的一个token solution 并且呢重点讲了其中的两个参考架构 一个是SQL Gateway的参考架构 另外一个呢是负载均衡器的参考架构 那么在这里参考架构里面呢 Ctrl是作为一个集中点用于用户的认证和授权 用于业务的发现 用于密约的分发和管理等功能 那么一旦用户的请求被授权以后 那么SQL Gateway和LoadBalance呢 就可以在用户和对待之间建立一个加密的通道 用于后续的数据传输 同时呢我们利用高级的CPU功能 像SGX 建立了一个口信的心道 那么一些需要加密的业务呢 可以运行在这样一个口信的运行环境里面 那么对于零星人网络里面的重点和功能 加密我们这里呢实现了WireGuard的一些WireGuard 同时呢在DBDK和VPP里面都实现了相应的版本 并且呢对于WireGuard的实现 我们利用FsecModiBuffer 以及Intel的MX512来进行了一些加速 比如像哈希函数的加速呢 像恰恰Poly的函数的加速 同时呢对于有些用户 我们还是提供了这样一个QlT来进行了硬件的一些加速 零星人网络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 那么呢我们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 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同时的帮助 在此呢一并进行感谢 最后呢感谢大家的宝贵参与